在最近结束的巴黎奥运会女篮小组赛中 中国女篮爆冷输给了西班牙女篮 遭遇开门黑 对于很多中国女篮的球迷来说 看到中国女篮表现如此糟糕 都有些难以接受 因为大家非常清楚 本来这场比赛 中国女篮完全有机会打败对手 在比赛进入常规赛的第四节最后时刻 中国女篮还领先对手五分左右 如果不是因为队长的两个致命失误 中国女篮早就取得开门红 也掌握了进入奥运会八强的主动权 所以在本场比赛结束过后 中国女篮全体队员都遭到了很多球迷的质疑 不少球迷也并不看好 中国女篮后续的奥运会前景 当然从目前来看 中国女篮只是输掉了首场比赛 我们球迷不用太过于悲观 因为接下来后续两场比赛 我们能够拿下胜利的机会还是挺大的 按照赛前的安排 中国女篮结束了首场比赛之后 接下来将会在31号晚上19点30分 迎战塞尔维亚女篮 到时候CCTV5也会直播 考虑到中国女篮首场比赛已经输掉 所以接下来每一场比赛 都是我们球队的生死大战 包括对战塞尔维亚女篮这场比赛 也是中国女篮必须拿下胜利的比赛 因为按照奥运会的规则 只有小组排名前两名的球队 才能够直接晋级八强 所以中国女篮想要把主动权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必须在这一场比赛好好把握 争取拿下塞尔维亚女篮 后续再去面对实力更弱一些的 波多黎各女篮 我们才能够更加油刃有余的取得两元胜 从而晋级八强 虽然塞尔维亚女篮的世界排名 仅仅是第十名 比起第四名的西班牙女篮 有些差距 但是作为欧洲的强队 塞尔维亚女篮的实力 依旧是不能够忽视的 因此对于中国女篮来说 在整体的阵型方面 必须做出调整 首场比赛对阵西班牙女篮 李月汝一个人砍下了31分加15个篮板 表现非常的出色 但另外一名内线中锋韩旭 却出场的时间非常有限 也引发了很多质疑 有些媒体人指出 如果主教练能够安排双塔出战 说不定中国女篮可以取得更好的表现 所以考虑到第一场比赛留下了遗憾 第二场对战塞尔维亚女篮的比赛 中国女篮想要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或许在整体的阵型方面应该做出调整 既然韩旭没有伤病 在首场比赛也休息足够了 接下来第二场比赛 不妨尝试一下 让中国女篮的双塔出战 来保障我们内线的实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女篮说不定有机会打败对手 取得开门红 如此一来 后续我们就能够更加轻松地面对其他的对手 实现绝地反击 另外一方面值得一提的是 首场比赛 中国篮鞋掌门人姚明是全程观战 为中国女篮加油打气 第二场比赛 相信她也会亲临现场 我认为了